三季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那個 就是 聲歌是我們女隊 給他起的名 哦 然後都管他叫聲歌手裡面的那個 迪馬西啊 他們都屬於這一類的 老师快点说这孩子快不行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周深跑起来抓都抓不住 没想到深深还是个喜剧人啊 看出来深深很灵活了 当何炯问韩红怎么评价今天周深的演唱时 当然是夸奖王王苏龙之后开始夸奖周深了 韩红说 神哥呢 何炯惊讶 你怎么管谁都叫哥呢 周深立刻甩出一句 很开心参加 然后转身开溜 何老师抓都抓不住 何老师把周深抓回来捆住说 他真的在抖夜 老师明快说 这孩子快不行了 韩红随即一大堆夸奖来袭 简单来说就是假生 南高音是所有南高音里的宝贝 韩红说得很对呀 周深的嗓音 我觉得是现阶段歌手当中最完美的一个 然后 声哥呢 就是 是 三季 是这样的 那个 这个在抖 我觉得他特别出其不易 就他是一个假生南高音 像我们知道的像Vitas 对吧 还有我们 我是入了 我简单说 假生南高音 对 深深是宝贝 好 那深深和龙龙觉得刚才这一段很难顶的话 下面